这个女人刚杀了一个人,她急匆匆地把尸体推进电梯,结果下一秒,停电了,她被困在了电梯,是冤魂报复还是巧合?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《电梯惊魂》。 莱恩是一个女强人,这天她把两名心妇叫到办公室,他们两人中将会有一人成为CFO。 经过一番闲聊,她决定把这个职位给小白,小白十分惊喜,疯狂地向莱恩道谢,然后兴冲冲地离开了,留下来的西亚满脸不爽,她质问,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? 但莱恩表示,自己之所以不给她这个职位,是为了让她不这么忙,这样一来,两人就能够一起生活了,原来他们是情侣,可是西亚并不领情。 她告诉莱恩,自己努力到这份上,不是为了给莱恩当跟班的,她指责莱恩表面同情达理,实则是想打压那些能力比自己强的人,两人争执起来,结果。 这一下,西亚竟然死了,桌上的奖杯插进她的脑袋,莱恩误杀了人,她瞬间慌乱起来,这时有人敲门,莱恩强装镇定,把对方敷衍走,接着她冷静下来, 把西亚的尸体放在座椅上,把她推出去,一路上她小心翼翼,生怕被办公室的同事看见,正担心着小白忽然出现,莱恩马上把座椅推进一个办公间,小白表示她怕西亚因落选心情不好,想来看一下,莱恩假装冷静,说自己正在安慰西亚,小白听后便离开了,莱恩呼出一口气,趁着没人,她把西亚送进电梯里,想一口气坐到地下层, 途中她不断祈祷,希望没人进电梯,可忽然一阵震动,电梯停了,因为受地震影响,整个楼层断电了,一瞬间天旋地转,莱恩摔倒在地,不一会儿地震停了,莱恩爬起来,迟迟不敢按下呼救按钮,她用手爬电梯门,但对面是堵墙壁,她又踩上西亚的椅子,把天花板打开,可椅子一松,她整个人摔了下去,醒来后,时间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, 在莱恩旁边,莱恩很害怕,她伸出手,想为她合上眼睛,但紧接着,莱恩吓得不行,她想逃离这个地方,但却又不敢报警,这时,电梯急速下坠,一阵晃动之后,报警铃自动接通, 对方听到莱恩的尖叫,焦急地询问莱恩的情况,可莱恩捂住嘴巴,不敢发出一点声音,对方表示,很快会派救援队,然后便挂了,忽然,西亚的尸体不知不觉,又移到莱恩的旁边,直直地盯着她,莱恩吓得快哭了,甚至有点精神失常,哭着哭着就狂笑起来,她侮辱起西亚, 说她不过是一个小白领,永远都比不上她,实际上,她不给西亚当CFO,就是为了永远能压她一头,又过了几个小时,莱恩骂累了,救援队打来电话,表示已经到公司大堂,莱恩顶不住了,决定接受救助,但这时,西亚的尸体竟自己移动起来,她头上的奖杯自动退出,莱恩凑过去看,结果, 莱恩猛然惊醒,原来是一个噩梦,但西亚的眼睛又一次睁开,莱恩心里发出,决定马上逃离,她搬开电梯门,正好有一个窗口,她爬到门框上,把身子伸出去,突然电梯移动起来,西亚诡异的声音传来,她呼唤着莱恩的名字,一把拽住对方的头发,电梯猛地上行,莱恩发出尖叫, 几分钟之后,大楼里恢复了电力,救援人员感到不妙,因为电梯门框上有鲜血流下,很快,电梯门打开,只见西亚尸体的怀里抱着莱恩的头颅,故事结束。 《电梯惊魂》是2019年恐怖美剧《鬼作秀》中的一则小故事,原故是名为《莉迪亚·莱恩的另一半》,在片中,女强人莱恩表面上是一个关心事业和伴侣的人,但实际上她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名誉和地位的人, 她不让西亚当CFO,让能力稍差的小白担任,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公司的大权,而误杀西亚之后,在对方冤魂地捉弄之下,利欲熏心的莱恩,不仅不忏悔,反而出言不逊,最后导致了自己的惨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